好,谢谢各位亲爱的大伙伴们,小伙伴们,大家下午好! 相信大家已经看到我了,我就是毕业于这个山畜减肥美容学院啊 好,现在两个干件开心的事情,为什么呢? 把这个时光倒回去五年,让大家变成小哥哥小姐姐,一起回到我的时光里,2016年 那个时候呢,我就读于北京工商大学法学专业,然后大三呢,我就迷茫,年轻人嘛 迷茫是共通的状态,然后我就决定大三休学,然后加入山树支教一期的临选 并且正式成为了四川梁山一族自治州西昌市桥地乡中心小学的一名支教老师 那我作为五年级三班的副班主任,在我们的桥地小学呢,其实是担任了语文数学英语 语文,音乐,英语老师 那么我们班呢,有58个孩子,然后都是一族的学生 他们年龄从9岁到16岁不等 为什么呢?因为有的孩子早上学,因为家里没人照顾,就放到学校 有的孩子呢,因为家里孩子太多,排不上他 所以要等到很久之后才能去上学 所以我的孩子们五年级,但是9到16岁的都有 那我觉得很荣幸,因为那一年我感受不够多,为什么呢? 在经历了山术支教领导,领导力训练营和一个月的支教岗线培训之后呢 我这个双重Buff加深,然后就跟着我的15名支教战友 第一期只有15名支教老师,我是其中一位,16名,我是其中一位 然后跟着我的战友们呢,就进入到了大阳山深处 一个美如画的地方 然后跟着我的孩子们一起学习成长 最初呢,我只是了解到说孩子们家庭状况可能是普遍不好 但怎么个不好法 直到我进入到学校,去到了孩子们的家里进行家访 我才发现,我才真正意识到所谓的山上山下两个世界 那一片如画一般美的山间田野 是一栋栋的简陋的空房子 家里面呢,什么都没有 就,那,有个灯口 然后呢,一个火炕,烧柴,做饭 一张床,四到六个孩子 sorry,四到六个孩子是极端情况 四到六口人,就挤在这一张床上水 那,进入到支教实际当过程当中呢 我非常的印象深刻的一个学生 黄小涛 这个孩子啊,刚开始进入到支教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怕老师的学生 经常逃学 然后上科呢,也不听讲 就自不自的在那里发的呆 然后,每一次把逃学 还被班主任抓个针找 然后,已经一顿披露 每一次,这个班主任开完评论会啊,我就想 我要找找小涛聊一聊 然后呢,我就把他单独找到办公室 所谓的办公室呢,就是学校的山上的一栋 学生宿舍楼 然后呢,我就问小涛 我说小涛,你为什么要逃学啊 我说你下次如果想回家 你可不可以跟老师讲 老师可以,你可以请假 但是你不能一声不响的就跑出去了 这样老师不会担心你 然后呢,讲一次肯定是没有用的嘛,孩子嘛 那,每一次他被逃学就被抓 然后抓呢,我就单独就找他沟通 我觉得就是打和骂这件事情 是解决不了他逃学的问题的 而且,当时我内心里就有两个词一直在提醒我 就是山树之教的阳光和敬畏 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一直在提醒我 第一,你要正向地去看待逃学这件事情 大学还逃学呢,小学 正向去看待 但是你要让孩子意识到 就是要让他正确地去表达自己的需求 并且能够明辨是非 第二,我觉得尊重他们不成熟的选择 但是呢,你要让他知道 你要让他知道,就是这样做是不对的 怎么样做是对的 所以,每一次这样跳来沟通呢 小涛逃位子自学之后 他就再也不逃学了 但是呢,我的逃学涛 依旧还现在有不听课讨 然后不听课是吧,很简单 那山树老师 山树指教老师是有专业的手段的 那我们上手段呗 一路入学校大概三个月的样子吧 我们指教老师就陆续开始进行了这个创新教学的方式 然后进行小组合作学习 让他们尽情地去享受这个课堂 去爱上学习 然后没空在想别的 你就只能跟老师互动 只能跟你小组同学里去交流讨论 然后呢,不仅你要去听课 你要去互动 你还要从被动的学习变成主动的学习 去当孩子们的小老师 于是,这个措施一上 这个手段一上 这个青铜春铜小铜 瞬间开始走上了开挂之路 转向了王者段位 他就开始疯狂地在这个课堂上举手 想要举手发言 然后表达他的想法 老师我要发言 老师我有想法 老师你可以让我说吗 就是一个不听课的孩子开始 开始让我有点头疼 打乱了我正常的教学节奏 就看到小涛的这种改变呀 我就觉得,值了 那,青铜铜铜变成王者铜 我觉得他没有结束 我有一天接到了他的一封信 第一句 李老师,你辛苦了 哎呀,那我那个心啊 就瞬间融化了 我说这孩子等事了 第二句 第二句 他说 老师,你已经上完了 第七单元了 然后就剩一组了 我说,等一下 这什么情况 就是学生关注教学内容这件事是好的 但这意思是要退我教学进度了是吗 然后第三句,看完我攻不住了 他说,老师 我希望再遇到像你这样的老 就湿这个灯蜡了 但是呢 对,湿这个灯蜡了 但是我没绷住 因为 因为啥呢 对我湿热的眼眶已经看不清楚到底在写什么了 就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这是一个莫大的信任和肯定 就是你看到一个孩子 从刚开始很畏惧老师 到他 在课堂上不敢发言 不想听课 再到他主动的在课堂上去 去分享去勇敢的表达他自己的观点 然后变成一个活灵活现的小老师 变成这个课堂上 最亮的赛 然后 然后还给了我 这一份感恩加推进度的信 我觉得这就是山树之教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这是山树之教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这就是我当时最真的想的 那王者涛 王者涛 接下来还是要升级开挂的 他在五年下学期开始 下学期开始的时候 开始发展他自己的亲爱好 然后给我和同学们一个又一个惊喜 自己用冰棍棒做了一首诗歌的书简 然后用我的手机给我拍了一张构图集美的照片 我都没有给他够图好 然后呢画了一幅初具三维空间立体感的图画 接下来又搞了一件自制超人服 就是开挂之路啊 我没有想到 我相信啊 这不仅是山树之道的魅力 这是孩子们真正开始发学自己的时候 所呈现出来的热情 和他们对生命最美好的向往 所以我就在想 这难道不就是教育的本质吗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发现自己成为你自己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旅程让我彻彻底底的体会到了什么是教育公益 我自己受感动 同时我还带给我的孩子们影响和改变 好 接下来我们再往往前倒几年啊 我我我如果说2016年呢 我山树之道老师是一个开外挂的王者 那么前身呢我就是一个青铜菜鸟 那这个青铜菜鸟在2015年的时候是怎么样拿到这个山树之道的机会的呢 那么就要说到刚刚喊喊重点介绍的这个山树铸成了 那个时候呢我在北京上大学 然后是我们山树大学铸成计划的资深参与者 然后作为北京山树秘书处的秘书长 然后带领着我们的小伙伴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是一个受读者 因为我享受到了导师 爱心志愿者们带给我们的免费的学习资源 然后接受他们的关照辅导 同时我也是一个助人者 为什么带着我们的小伙伴一起去把各个项目去做落地 然后希望给更多的大学生提供这样的舞台和机会 让他们也加入进来 然后能够像我们一样去成长 那当然最初看到了吗 这个胖胖圆圆的就是我 证明这个减肥美容学院效果还是不错的 那再往回倒几年 我觉得一切的缘起都要 都要说到那个那三年 我在高中接受资助的认责 好 接下来 不好意思啊 回到现在了啊 2021年 大家好 正式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李瑞琪 现在就职于世界500强的国际广告集团 电通集团 作为一名刚刚入职三年的职场新人 那不得不说呢 进入职场这几年看遍了这个社会万千的变化 现实 但是别人眼中的职场是什么样子的呢 每个客户超难搞 整天被项目镜主追着跑 只能用一七个表情包来概括别人眼中的职场 啊 这个 那么我眼中的职场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眼中的职场 我来跟大家谈一下啊 当初 这个每周十五节课的工作量 每天要被三到五门的不同学科的科目 然后呢 我身一间三个项目的 这个学校三个项目的项目经理 然后 呃 这个五十个孩子 每个孩子都是我的客户和我的习宝宝 哈哈哈 然后 然后再回想到现在 这职场的压力 我觉得 也就那样了 然后 然后 再说说这个 所谓的职场必备技能 项目管理 时间管理 那我再给大家盘一下啊 嗯 每天 每周十五节课至少 然后每周就有十五个在端 嗯 完了呢 这个周一 星期一试项目 周三 项目鼓乐队 叫辅导 周五 班会计划 然后偶尔的闲暇的时候呢 我能跑到这个 不化一般的风景里 去喝个川式下午茶 然后再回来 到学校里 跟同学们 跳跳皮筋 减减肥 然后偶尔还会 呃 带领整体的这家老师 搞个重要学习的项目 嗯 这么一想吧 现在的职场 这个项目管理 这是事吗 对我来说是事吗 好像不是 嗯 不好意思 反而看了一下 哈哈 我想 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 现在的 梁山 依然有 孩子们 有老师们 在一直做着这样一件伟大的事情 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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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相信我们每一个 每一个善良的很小的举动 都会给我们的这个世界 让它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所以 我希望我们做到用脚投票 去用行动去用实践 来去支持你所看重的价值 你的每一个举动 你的每一个投票 都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所以 接下来 我们就要出去行走了 希望大家鼓起干劲 拿起小哥哥小姐姐们的决心来 然后 用我们的脚 用我们的实际行动 来浮显 这个 爱的延伸 善的循环 谢谢大家 非常非常感谢瑞琪姐